黃沈澤先生分享完之後 我們第二位請的就是 法會議員范蓋先生 他分享之前 我都會問一問 你怕不怕 剛剛那個初一事件 對你的選情 因為很多人說 直接梁天琦先生 他6萬票 最直接的就是你和萬必 新東 甚至可能長坡 因為他未必拿得回 他也拿了你們 所謂拿了你們的票 你怎麼看你們的選情深度 因為直接的 我先回答一下 我沒有想說選舉 如果你問到我 我嘗試回答 很多的政治事件 對選舉的形勢 會產生影響 但現在 現在是去到 九月頭還有一個長的時間 所以 那個影響是會有 我想我們判斷 第一個 我們宣布是否真的要去參選 第二個 我們要判斷的就是 方家人現在說 在泛民主派支持者的板塊裏面 支持 教育激進的 一翼的支持者 他們出現了 取態上的改變 或者是整個泛民主派 或者整個非建制派的支持者 市民 他們對不同政黨的候選人的取態 出現了改變 但官符過去幾年的法治 大家如果有看的話 泛民主派 或者非建制派 在議會裏面的表現的話 你會看到整個議會 當然那個 不理想的情況 是更加差的 強行通過 新界東北前期的發展計劃 今次的高鐵追加活款 這樣越來越差 變得越來越精進 過去的香港是會走去 主席台前面的人都會走去的話 你們在看 整個泛民主派 其實現在都在調整當中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 不單止對我所屬的政黨 新民主同盟 我相信同樣地 是對民主黨 公民黨 公黨 社民連人力量 新民主同盟 甚至乎街東 都是會帶來 程度上的一個衝擊 那個衝擊 當然就不止是 只是說 未來日子裏面議會 是需要有更加多的肢體衝突 而是說 提上去議事日程的 很多的政策槍議 政治事件 我們是要怎樣回應 那個回應 是不是市民 就是看得到 我們是針對那個問題 是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我想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那麼具體表現 當然就會大家知道 大約在兩三個禮拜之前 公民黨就公佈了他們 因為成立了十週年的一個 叫做本土自主多元的一個宣言 這個其實也是 它作為一個主流政黨的一種 回應 民情 或回應 現在的一個新的政治局勢 的一種的反應 希望回應 希望回應 您可以回應 你開始聲音 好 細澤剛才有說到 年初二的旺角延續警民衝突 是有偶發性的問題 不過有一件小小的補充 就是 你說當晚有警察 向天開槍之後 就見到磚頭 根據我的觀察 其實磚頭是早過開槍之前見到的 那晚其實11點幾 12點幾 如果大家有留意 好像我這樣 在手機上 看完Facebook之後 然後才睡覺 睡覺就大件事了 就是發生了這種事 但是 我記得很清楚 那晚很早的時候 在旺角街頭已經是有一些磚頭 所以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細節呢 就是 第一 有參與者 是參與被迫出來 特別是警察的安全 或者是 門外地的一些 對 示威者的 施虐的話 是導致到 嚴重警民衝突出現 或者是 透過扔磚 作為一種磁衛的 這是真實存在 但是背後 我還是認為 成因是複雜的 不是單一個原因 你問我 我觀察 扔磚之餘的話 還有一些是追著 警務人員去追打的那些 那個就不是我觀察得到 一般香港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示威者的行為 其中一位 我有接觸到 就是 年輕人 很年輕人 我認識他 和他談過 他說他參與了社運 是三四年左右 早一個佔領運動 出現的時候 已經有參與社運 他和我分享 其中一個心路歷程 他說 參與了幾年的社運之後 從來沒有試過 有一刻 是好像年初二凌晨 在旺角街頭那樣 是感覺到 自己的人生安全 性命 是受到嚴重的威脅 他的觀察 當時 甚至在街頭的警務人員 是去執行的時候 就是拿著警棍 不斷吐的時候 而那些女士 就是路過 或者附近的 就是在觀察過程裡面 已經躲在一邊的話 都不斷亂打的 去到那一刻 他覺得自己 受到生命威脅的話 他才是很本能地 是拿起磚頭 是向前 扔 希望警方的防線 是不斷退後 從來他們有空間 決定 是否要離開現場 又或者是繼續參與 那個警民衝突 這個心理狀態 我想說 其實是很多香港人 或者是新界東的選民 在2228的補選那裡 是表現了出來 他們會覺得 香港現在的政治亂局 梁振英以鬥爭為綱 然後將整個警隊 變成了公安 就是執行一些政治任務的一種 不僅是情緒 他覺得很絕惡 很憤怒 需要有法事 就是向政府表達一個強烈的不滅 除了投票六萬六千人 是投票給梁天琦 去代表他在政綱裡面 講的理念之外 其實也是一個很強的信息 是給特區政府 他們很不滿特區政府 但是既然那次是一個量化民 而一個契機的話 他們透露一方面 新東的選民 就是大家知道 很成熟的一種表現 過去要看到幾次的選舉 他有足夠票數 推倒楊岳橋入局之餘的話 是可以發負一個這麼強烈的信息 是給特區政府 但是特區政府 聽不聽到呢 我們其實現在是在觀察當中 在發生了嚴重警民衝突一段時間之後 所以梁振英好像是 但是近來的 就是 開始有些軟化的跡象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 他在前景當中 其實是要繼續觀察的 無論是在議會那裡 派出林鄭月娥去人化民主派 就一些民生已成的 安排調動 又或者是 看得到北京政府都沒有好像 梁振英採取一種很嚴厲的稱讚 甚至將他定性為暴力暴動這種的說法 是從而避免 不會影響到建制派在九月的選情的話 我相信我們還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一個情況 就是當特區政府 或北京政府 看到原來硬碰硬的話 帶來社會的迴響這麼大的話 就必須由源頭入手 其中一個當年就是政府 自己本身的施政手段 施政的方式 是他尋求出露的 第二點我想說 就是梁天琦當選 他聲稱是他的政綱裡面 有一個本土議題的設定 楊鶴橋都在他的選舉論壇論述裡 都有講到 不過這個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確實是主權移交動 現在1997年 非建制派或者泛民主派的爭取 出現了一個路線的一個需要去調整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多的評論員 時事評論員都有講到 現在泛民主派是向這個 反盤倒化去轉向 確實是越來越嚴重的一個 一個港中談刀 就是由主權移交 早期的只是政治層面 是去拉香港民主津情的後腿 到2003年因為有這個沙士之後 就是自由行政策 一些大白象超級巨型的基建工程 是想香港是造成一些經濟上面的依賴 令到香港是必須要向北京政權去靠 是令到這些大陸化、赤化的情況 由政治全面去擴闊到社會、經濟、政治、民心 就是很多方面 這裏是令到過去一段 就是泛民主派在爭取民心 又或者去抗衡建制派保護黨的過程 用很多的論述 都是在那個蠟燭點那裏出現了一些問題 無論是左翼 無論是過去的一些種族的民族論 民主回歸論 又或者是大中華的一個... 大中華的陳義傑那些 都去到一個辯論的關口 是需要去作出調整的 所以現在除了 剛才我有提到公民黨 是寫出本土的宣言之外 其他政黨你都會見到 法民主派政黨是有調整的 不過公民黨原本去說 就不只是寫宣言 我記得很清楚上面的列頭 因為梁家傑出來說的時候 是適逢梁振英 借他在施政報告的場合 去攻擊學院的民族論 那時候梁家傑曾經說過 本來想把一些本土的理念 或者原則寫入黨綱 現在是一個宣言的形式去處理 那個高度是不及黨綱 黨綱是重要很多的 他有調整 工黨也是一樣 工黨由早一兩年 其實我在立法會裡面 提出一些港人優先的動議的時候 張超雄大大聲聲說 他用一些大外的原則的話 就很簡單地歸納 就說這些是平時排外 近日就這些 教育局要求我們的中小學學習 這個簡體字 他們立即下午就飛身出來 去跟進這件事 說你會見到工黨都嘗試 去回應市民大眾 我們現在很關心的一些 在文化上面的大陸化 赤化情況 民主黨其實現在 根據過去紀念的發展軌跡 也是這麼多泛民政黨 我相信是最慢的一個人 不過都是調整當中的 你會見到 林卓廷因為要在北區那裡 參與區議會選舉 他都是金金大師非常關注的 水火客的問題那些 他們都提上了我議程那裡 不過呢 在他政規的論述那裡 其實還沒有適當的調整 但在未來日子裡 我們會見到 泛民主派 差不多所有政黨 會有一個轉向問題 就是那個程度的大 還是小 我相信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連曾鈺成 才爺曾俊華都走出來 嘗試為本土派關注的議題去做定義的話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民心所向 而這個民心上去會吊詭地 其實是完全因為嚴重的中國矛盾 如果中國矛盾是舒緩的話 其實本土派關注的議題 或者本土派得到市民的支持 特別是年青人的支持的話 反而是會反過來去減弱的 第二點我想分析的就是 黃之鋒 就是學民那裡 他說要籌小政黨 解散這個學民思潮 希望就第二次的前途去進行思考 甚至第二次的談判透 那一次的公投 處理2047的問題 其實方志恒 他們一班的學者 在他們的革新補講論的一系列的文章裡面 其實都有足夠 當然這個是完全建基於他們認為 民主回歸論是完全不成立的 這個完全不可以透過 跟北京政府有一個和平理性的交往的話 或者是路徑依賴圖 是令到北京政府接受香港 是可以逐步地民主化 甚至乎這個是北京自己很莊嚴的 所謂的一個承諾 是可以逐步逐步去令到 立法會也好 又或者特首的選舉 去步向更大程度的民主 黃之鋒作為年青人去想這個問題 絕對是合理 其實2047年 離開現在31年的話 他們當時的稅數正正好 四天到尾 他打算50歲做公平 不是 不是 又是提上議程去提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重點說 其實是 是一個形勢 透過一個公投形勢 而這個公投大家都知道 在基本法制定的過程裡面 曾經都曾經在提上議事日程那裡 去處理 在主權移交1997年之後的 07、08年的政制 不過及後是抽起了 他重新提出來 這個也是透過 香港人自決命運 又或者是民主自決 的一種有限而上的模式 共同去制定 就避免了當時 中英談判的過程裡面 沒有將香港的民意 又或者是 因為當時的民主回歸論 影響到的 所以 將會在未來的 一段很長的時間 會在香港的政壇上面 政黨 或者是關注前途的 權體 都需要去面對 如何去處理呢 不過 媒體當時 訪問他 有時候會說到 你有什麼選項 透過一次公投去處理 是不是說 如果香港人不接受 這個一國響制 現在 基本法的制定 就是日後的 香港就要 獨立啊 建國啊 黃之鋒答了是之後 然後媒體就會覺得 咦 你支持廣道 廣道 廣道 就聚焦在那裡 不過大家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 從那個制度上 改革的 討論的話 期間還有很多的 選項 有學者說 永續支持 現在延續 而有的 基本法 甚至會透過 革新基本法 重新要求 透過 雙普選是讓香港人 可以真正的高度自治的話 還有譬如說 延長一國兩制 一個長的時間 另外近50年 聯邦制 雙受掌制 去到最終極 才是獨立建國的 大家都知道 例如透過公投去處理的話 那個模式也是 公投 以前的設定的話 其實有很多時候 是要越簡單 是越容易去處理 你是否贊成 繼續延續 這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一頭一次 但是 同一時間 如果你有很多的選項 好像黃之鋒 當時 搭記者說 毒辣 繼續延續 又或者延續一段長的時間 這類公投議後的設定 是複雜很多的 你做過的事前的宣傳 論述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 是想產生原有 應該有的政治影響力的話 那個複雜性是過了很多 所以 在未來日子裡 我們去思考 如果是透過一些大型的民調 公投 到底是透過一次去做 或是先後兩次去做的話 其實現在還是千頭萬歲 最後一點我想說 因為 大舊也來了 金吉也要說 就是 今天其中一個 抗爭手法 我預視到 未來日子裡 有個危機 會再發生 好像旺額 這麼嚴重的警民衝突 我非常擔心 甚至乎 有可能在九月之前 而如果再有一次的 嚴重的警民衝突 是有傷亡 甚至乎 如果是傷亡 是觸及到平民百姓 好像1967年的暴動 的話 香港民意會再進一步 出現大力主義 抗爭者 示威者 即使我們 認為他的目標 是要抗爭黑警 又或者是向暴政 表達不應的話 都應該要很深思熟蕾 去思考一下 社會的代價和效果 會不會偏離 原本他想爭取的目標 第二 我想說 非暴力和平的抗爭手段 例如 參與戰中的話 我都會覺得 認為是一個出路 當然 在議會裏面的不合作運動 或者抗爭的行動 又或者更加多的肢體衝突 我會預示得到 將會 即是香港 可能真的 議會台灣化的話 再結合公民社會的 內外配合的話 我會認為 這是較為 容易獲得到 多些香港市民支持 或者容易做到政治動員的方式 不單是社會同情 不會令到再進一步的撕裂 甚至出現了盲情逆轉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 是需要所有非建制派的政黨 是要考慮的 當然 抗爭的手法還有很多 無論是過去多次的本土事件 你說的 一路由 06 07 08 武衛天星 英國破碼頭 09年的反高鐵 去到這屆議會裡面的 14年那次的新界東北前期撥款 最近那次高鐵的追加撥款 又或者是網絡23條 我覺得在網絡上 社交媒體的動員是很重要的 再加上主流媒體 不好意思 在座都有主流媒體的記者 我覺得 主要是歸了邊的情況之下 如果市民不收到足夠的訊息 去做應該有的政治判斷的話 未來日子裡面 亦都是好像台灣化那樣 有地下電台 又或者利用現在我們還有的網絡上面的空間 去做這些政治動員的話 我想對所有非建制派的團體 或者是政黨來說 都是非常之重要 這個也能解釋得到 為什麼早前在議會裡面 或者民間社會有這麼大的力度 是推動到整個議會 包括了大家沒有想過 是會參與這些議會抗爭行動的 法民政黨 較為傳統 較為保守 那些都參與 是有這個原因的 那些僅餘的空間 是令我們的政治動員 在未來日子裡面 是可以繼續去推動的 所以這個 我們都應該是會繼續去做的 我先講著 我先講著 沒有 那些吉他 很ブラam 我們走出 於222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